新闻开始来关心 花莲强镇已经酿成13个人罹难 目前还有6个人失联 而其中有5个人疑似受困在沙卡档步道 包含持有澳洲护照的新加坡籍夫妻 而随着最新画面曝光 现在也确定 他们的确在强镇当天7点多 有进入沙卡档步道 除了土耳其无人机专家之外 大型机具也在今天下午挺进沙卡档协助搜寻 我们的镜头也拍下 失联者家属在中横牌楼前方 双手合十祈祷 场面让人看了彼孙 失联者家属来到中横牌楼前 看着强镇后柔长寸断的台八线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情绪崩溃大哭 第二次出来了 双手合十期盼家人能归来 随着最新画面曝光 失联者的位置也逐渐明朗 有来了 监视器画面拍下持澳洲护照的新加坡籍夫妻 强镇前40分钟坐车抵达沙卡档步道 搜救队员依矫程判断 地震当下两人可能走到五间屋附近 离发现三名罹难者的大崩壁 相距约一公里同样坍塌严重 列为搜索热区 而大型机具也在7号下午出动 挺进沙卡档步道 今天下午搜救队呢 已经协同了工程单位 出动了大型的重机具 目前呢是有两台的挖土机 到时候还会有一台300型的挖土机来加入 通过这三台重机具呢 设法挖出一条路 让救难队员可以持续往沙卡档步道的深处来 持续停进 除了要找出失联的外籍夫妻 沙卡档步道还有三人失联 就是游姓一家的太太跟梁子 而第六名失联者则是受困何人矿区的消息男子 但当地落实不断 重机具预计得两天后才能到达指定区域开挖找人 土耳其五人集专家上午也挺进沙卡档 利用空拍技术了解再去状况 强症已经造成13人罹难 家属低调到灵堂处理后事 而失联者生死未卜 家属如今只盼望出现奇迹 记者欢迎聪明和报道